好,現在時間差不多了,7點15分 我們正式開始今晚這個Information Seminar 和Demo Lecture 大家好,我叫Steven Wong 我是卷一的導師 今晚我會主講大部份 也有一位同事會主講當中的一部份 首先簡單介紹一下自己 我之前或者這麼久以來 已經超過15年的工作經驗 主要都是在Investment Risk Management和Credit方面 曾經有一段長時間 我的工作都涉及很多 是去我們的客戶那裡 都是在亞洲區裡面的一些 各式各影的金融機構 包括銀行、保險公司 資產管理公司 甚至是一些Regulator等等 是為他們提供一些Risk 和投資相關的訓練 我叫做In-House訓練 當然最近也在Captain 這裡主力是訓練FRM的 我自己強項方面 可以說是我善於 將一些比較複雜的概念 我講的是 Finance、Investment相關的概念 就用一些比較顯錢易明的 言語來告訴大家 幫助大家去理解 那當我講到一些 可能特別是考FRM 裡面涉及一些方法 可能大家如果 quant的背景不太強 都會有點擔心 我亦都會有辦法 是用一些比較顯錢的方法 來幫助大家去記到 那個概念 來記到那個 還有記到那個方法 就不用每次都死記的 簡單說一下 Education和Qualification方面 我就在劍橋那裡 就完成了這個Master of Finance 亦都是一剔過 完成了FRM、CIA 和CFA Institution舉辦的 一個叫ESG Investing Certificate 下面就列了一些 我比較有強項的方面 就給大家作為一個reference 好,今天的 agenda 主要包括三大部分 第一、第二部分 就由我負責的 首先第一部分 就是講一講FRM 究竟是什麼 為什麼我們希望拿到FRM 以及怎樣拿到FRM 第二部分 就是一個Demo Lecture 我於時間的關係 所以今天主要的目標 就是讓大家感受一下 到時真的上課的時候 我的教的方式 是怎樣 模式 讓大家感受一下 看看是不是適合自己 然後最後第三部分 就會由我的同事 為大家介紹一下 Kaplan 我們這個教育機構 在幫大家準備 FRM考試 有什麼service 有什麼offering 可以提供到給大家 幫助大家 好,事不宜遲 那我們就進入第一部分 首先看看FRM究竟是什麼 可能有同學 有朋友其實都有些idea 但對於沒有什麼background的朋友 可能第一次認識 我都簡單介紹一下 FRM全名financial risk manager 就是在這個金融行業裡面 最廣受認可的幾種資力之一 全球都認可的了 無論你在世界哪一個地方去考這個市 你考的市題都是一樣 你如果完成了FRM 你這個資力也是全球認可的 那FRM本身在金融業裡面 都是一個很重要的工作範疇 而在risk management裡面 FRM也可以說是最廣受認可 最重要的一個qualification 所以FRM這個考試 亦都是很多人都希望能夠去完成 去得到這個qualification 那這個FRM這個考試 經過這麼多年的發展 其實它裡面覆蓋的範圍 它那個test理那個方面等等 其實都已經很成熟 很完善的了 亦都是其中一個原因 為什麼當你拿到FRM之後 大家行業都會認可 你在這方面的知識 那我想大家都不會很驚訝 那相比起其他的一些考試 例如是CFA那樣 FRM相對來說 都是講求更加講求 analytical 或者是所謂的quantitative 需要的要求比較高一些 整個FRM就拆開兩個考試 那我們叫part one part two 兩部分的考試 part one 亦都是我主力教授的 而part two就會有另外一位導師教授的 而我們今晚這個 seminar 亦都focus在part one的部分 簡單去分part one part two part one就是講最基礎的地方 由錢入心 首先介紹一下風險管理相關的 各式各人的工具 中間拆開四大部分 第一部分 我們這些四個部分 我們叫做topic 四個topic 第一個topic 講一講風險管理最基礎的部分 例如什麼是風險 如何去管理風險 如何可以有哪幾種方法去處理風險 風險如何分類 之而之類 第二部分 因為始終整個part one都是一個基礎 所以亦都有一個topic 專門講 quantitative analysis 包括一些什麼 例如一些機會率 probability statistics 等等 幫大家打好quantitative analysis的基礎 再進入去到第三個topic 我們要懂得去管理風險之前 我們當然需要知道金融市場 如何運作 金融工具的構造 以及他們的特性 所以這個topic 亦都會集中講這一方面的事情 最後第四個topic Evaluation and risk model 就會更加深入去看一些 我們怎樣去為一些金融工具去做估值 分析它的風險等等 例如可能有同學都聽過VAR Value at risk的話 在這個topic裡面 亦都會更加深入去講這個工具 值得留意的一件事就是 四個topic 佔考試的比重都是不同的 加上100% 那2020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第一第二個topic 佔比相對是少些 所以考試的時候 你遇到個題目的數量都會少些 所以千萬不要只是集中火力 只是供一兩個或者兩三個topic就算 因為他都講求大家是一個平均地 都對所有的topic有認識 而且topic3和topic4呢 下出的題目也是比較多 加上有六成的 好了 Part2詳細不講了 簡單看一看 就是 完了Part1之後 Part2就是可以說 一個advanced level 一個更加深入去認識 風險管理 那會對於每一類型的風險 再深入去看 究竟應該怎樣量度呢 怎樣去管理呢 那也都有針對 在這個投資管理這個金融的sector裡面 風險管理是怎樣做 最尾就會講一講 現在時興的一些finance方面的topic 例如舉個例可能是digital currency 那這一部分呢 就可能每一年都會有些調整 來反映最新的市場的情況 那很多同學都會有疑問 就是金融行業裡面 CFA和FRM都這麼出名 那我應該選誰呢 那選的時候有很多考慮因素的 那簡單講一講 那首先看看你是已經做這行 還是你是未入行而是想入行的 那我當你未入行的 可能在讀書 又或者在做其他行業 但你對今天的學業有興趣 那首先你就可能要了解多些 和問問自己 那今天的學業裡面 都細分很多種不同的sector 很多不同的工種 你想做哪一類型的工種 比較多呢 那如果你喜歡做risk management 那很明顯是FRM 或者你比較有興趣一些 一些quanty或者trading那邊的 那可能FRM相對來說 比起CFA都是更加relevant一些 那另外一些工種 例如你喜歡一些 fundamental equity research 或者credit analysis 做這個profolio manager 那舉例 那可能CFA就會比較相關一些 那內容方面都有common的地方 也都當然有他們不同的地方 那這裡簡單highlight一下 common的地方就是 大家都需要 兩個考試都需要大家去認識 quantitative analysis 對於金融市場金融工具 有一些基礎的知識 大家都需要知道 risk management是些什麼 以及一些基礎的 組合管理方面的概念 好了 不同的地方 FRM就更加尊 它是好 在risk management方面 更加尊 更加深入 來去討論 不同類型的風險 如何去量度 如何去管理 相對來說 其他地方 CFA就更加廣一些 他就不只是看風險管理 他就看很多其他不同的範疇 例如是經濟 credit governance 還有一些財務分析 亦都會涉及的 所以總括來說 FRM就專一些 CFA就寬一些 還有兩個不同的考試 亦都可以說是為不同類型的工種 是幫你做一個準備 那當然 如果你時間許可 或者真的有這麼的興趣 那兩個考完 當然亦都更好 好了 那這裡 就列了很多 一堆公司的logo出來 其實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其實就是 這一堆公司 都是在Grab的官網 那裡 就拿出來的 那純粹是 告訴大家 其實有很多 大規模的金融機構 環球性 其實金融機構 其實都請了很多 是Qualify的FRM 亦都是側面這樣反映 給大家知道 其實FRM Real Qualification 是廣受認可的 那為什麼我們見到 這麼多金融機構 其實應該大家都不驚訝 因為特別對於金融機構 風險管理 已經變成了一個 必須的工作 無論是金融機構自己的需要 他希望管理好自己的風險 又或者是 Regulator Regulations 對他們有一個硬性的規定 去做好這件事 所以 亦都令到他們對於 Risk Manager 是有一個很大的渴求 那 除了金融機構之外 其實 其他類型的機構 例如一些 顧問公司 他們也都請不少FRM 為什麼呢 簡單說一說 就是金融機構 固然想請一些人 在內部幫他們做風險管理 但是顧問公司 他們也都會提供一些 Risk Consulting Service 他們會為坊間 即外間的金融機構 也好 甚至一些非金融業的機構 幫他們做風險管理 為他們提供一些建議 或者幫他們搭建他們的 風險管理的框架等等 所以 就算是一些 我們所謂的 就是Big Four的公司 他們都請很多 Risk的人 就算不是顧問公司 不是金融機構 就算是一些 例如可能是能源公司 綜合型企業 他們都需要做Risk Management 所以 亦都會是 會是希望請到 Qualified的FRM 這裏就純粹拿兩個例子 給大家參考一下 都是兩間不同類型的金融機構 他們想找一些 是有這個 是已經拿了 又或者是期望 那個請回來的人 是將會拿到這個 FRM 不一定是做Risk的 這份工當然是做Risk 而這份工 就不是exactly是做Risk Management 是做一些 Product Development 相關的工作 但是他都是prefer 有FRM的Candidate 講了剛才 什麼是FRM 以及為什麼想拿到FRM 有什麼幫助之後 我們看看最後一步 就是怎樣拿到FRM 需要完成三件事 第三件事很簡單 一會兒就會講 第一樣 完成了卷一卷二的考試 一般人可能想著同一年考 又或者隔半年隔一年考 都沒有問題 它有些flexibility給大家 你可以在完成卷一之後的四年內完成卷二 都可以當你是同一套 完成的考試 好了 完成考試之外 亦都需要得到兩年或以上的相關工作經驗 什麼叫做相關工作經驗呢 就不一定說你的Job Title有Risk這個字 不一定你要叫Risk Manager 亦都不一定你份工是要百分百 在做Risk Management工作 你只需要完成了考試之後 你向Grab declare 你的工作經驗是怎樣跟風險管理有關係 基本上它就可以認可你的工作經驗 是相關的工作經驗 什麼時候要拿到這個經驗呢 亦都有些flexibility給你的 可能一般同學 都是考之前都未做過 或者未接觸過Risk Management相關的工作 如果是之後你找到一份相關的工作 只需要在考完之後的五年內 拿到這個兩年或以上的經驗 這樣都會計算的 又或者有些人 本身考之前 他已經是做Risk Management 這樣都計 只要不夠過十年就可以了 如果你十五年前做過兩年風險管理 然後你一直都不做風險管理了 然後你突然間又去考 那就不好意思了 你的經驗太舊了 就是這樣的意思 拿到一二這兩個最難的要求之後 第三個要求相對簡單 就是你需要成為一個Active的Grab的Member 就是你需要付會費 滿足Grab對於Member的一些要求 例如是你的Ethics等等的要求 滿足三樣你就會成為一個FRM 好 好了 講一講考試的模式 無論Part1也好 Part2也好 考試都是四個小時 都是用MC Multiple Choices的形式 亦都是用Computer Base Test CBT簡稱 分別就是在於MC 幾多條MC的數量 Part1 MC的數量會多些 有100題 Part2只有80題 如果你簡單隨一隨 四個小時 要處理100題的話 平均大概2分鐘20秒 你就需要完成1題 當然真的考試的時候 有些題目需要長一點時間 有些需要短一點時間 這個如何管理好時間 亦都是對於大家的挑戰之一 右邊有一個screenshot 都是在Glap官網拿出來 讓大家參加一下 究竟什麼叫CBT呢 就是大家對著一部電腦 電腦上面就會顯示一個這樣的螢光幕給你 左邊你會見到 列出每一題的試題 它有一個號碼 你可以去到某一題的時候 你可以標記著 說這一題 我打算再回來再詳細看一看 你可以標記著它 有些題目你可能做了 選了 有些題目你又不知如何選 暫時漏空了 都不要緊 你在左邊你會見到 各式各樣的一些Label 方便你看到 究竟那一題的Status是怎樣 你做了沒有 你有沒有標記著等等 右邊這個範圍 就真的要答題的地方 這個就是所謂的CBT的方式 比較舊一點的時候 曾幾何時都還有一種 所謂paper-based的考試 給你選擇 但現在就暫時沒有了 這件事 在2023年 part 1 我們集中看part 1 有三個Windows 給你去考試 最常或最多人選擇的 就是5月 有大概十幾天給你去選擇 你報考試的時候 你可以選擇 另外 接近年底 就是11月的一個Windows 也是有十幾天給你選擇 為了給你多一點點flexibility 他有多提供一個上午 在8月的某一天 8月5日給你選擇 我們這次這個課程 主要是最適合 怎樣幫助大家 就是幫助大家去準備 這個5月的這個考試 當然 在5月這個考試 在5月的某一天 我們已經完成了整個課程 所以你選擇這個課程 無論你想準備5月的考試也好 準備8月的考試也好 甚至你想多些時間 自己去溫習 不介意遲一點再去考試 你選擇11月也沒問題 好了 那就 pass rate 可能很多準備考這個課 同學都很關心 究竟合格論題幾多 這個pass rate 就 大家小心搞清楚了 就不是說 你答對多少題才合格 這個純粹是說 每一百個考這份卷的人 裡面有幾多個人合格 這樣的意思 好了 最新的數據 就是見到 part 1大概一半 part 2大概六成 如果大家看一看 最近幾次的歷史數據 都是四成至六成之間 如果很 roughly去看 如果有一百個人去考paper 1 pass了的人 全部都去考paper 2的話 就 roughly 每四個考paper 1的人 就有一個 最終是pass了兩份卷 好了 官方就沒有公布 究竟答對多少題才pass的 那個是叫passing score 官方就沒有說這件事 外面就有各式各樣的 estimate 我個人呢 就會比較傾向覺得 他應該是用一個 Light curve的方法 Light curve的好處就是 如果他真的出了 有幾題是很深的 可能就算你不認識 其實都不要緊要 因為可能很多人都不認識 既然個個都不認識 那Light curve之後 對你也沒有什麼大影響 所以就不用太擔心這件事 好了 講到我們 Catherine為大家提供這個課程 有什麼特色呢 我們分開結構上 分開三大 這個步驟或者三大個phase 首先第一部分我們叫做education 一共有48個小時的 提回大家 我們現在是說part one的 卷一 part two有些不同 好了 phase one education 一共48個小時 分開十幾天 每天就有六個小時的 總共48個小時 那education做些什麼呢 就是說 由淺入深地 和大家仔細地去講 我們考試所需要知道的 最重要的concept workthrough那些concept 那 考試的syllabus其實是很闊的 所以 在有效的時間 為了去達到最高的效率 就 坦白說 就不會說所有的syllabus 都一定會遮蓋 但是 我們設計過materials的時候 就會基於我們 Kapran的經驗 基於我的經驗 就為大家去講 考試最常見的地方 又或者同學 通常會覺得最難的地方 針對那些地方去重點去講 好了 第二部分 為什麼我們需要有一個revision的部分呢 就是因為 education 目標就是去學的 學那樣東西 學那個concept 學怎樣去計數 學怎樣去記那個formula 但是你學懂了那樣東西之後 都不一定代表你遇到考試 你對著那個題目 你是懂得回答 所以來到revision的時候 重點就會變成 我們就去做練習題 去粗練習題 在revision 我們提供的materials裡面 有很多條題目 其中有一大類的題目 就是Glub之前 曾經出過的FRM考試的題目 另外第二大類就是 Kapran自己和Sweiser 自己設計出來的一些題目 有了這些題目 我跟大家會去操題目 我會選一些 通常最常見的 最常考的 又或者同學 通常都不懂 就是覺得最難的題目出來 跟大家一起去做 給大家一些壓力 告訴大家 怎樣最好去解決那個題目 亦都透過這個機會 順便 好像一個溫書 那樣回憶一下 Education 其實學了些什麼 因為其實 經過48個小時 完成了Education之後 說不定 大家對於Education 初頭的部分 又已經有點忘記了 所以就正好透過revision 這個步驟 一來操題目 二來做一個重溫 最後 去到Mock 一個Mark exam 我們就會提供一個 兩個小時 五十題 MC的一個Mark exam 給大家做一個練習 讓大家去感受一下 考試大概是怎樣 感受一下壓力 這個Mark exam 就是正式考試 那個份量的一半 如果大家還記得 剛才說到正式考試 四個小時一百題 現在這個Mark 就是兩個小時五十題 完成了Mark exam 之後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我們會做一個review 大家又會回來課室 會有兩個小時 當時我已經 手上就會收到 整班同學 每一個人 他的成績是怎樣 我會看到四個題目裡面 大家的平均分是多少 五十題裡面 哪些題目 大家很多同學答得對 又或者有哪些 是比較少同學答得對的 我就會抽那些 對於大家來說 都是最難的地方 來跟大家去做一個重溫 希望透過這個最後的一個機會 就幫大家再提升一下 這個考試的能力 當然每一位同學 完成Mark exam之後 你也會收到你自己 獨有的一份成績 但你會見到 你那四個topic 得到多少分 總分是多少 即是五十條 對了多少條 還有你會見到 那五十題MC裡面 你有哪一題是答對 如果你答錯的話 究竟正確答案是多少 這個也都方便你去溫習 好 那 Materials方面 我們也提供一個 很豐富的Materials Education 會有自己的一些 PowerPoint的slides 也都有一些練習的問題 雖然 重點並不是粗題目 但是Education 也都有一些練習題 那麼Revision 剛才提過 Revision 也會提供很多的練習題 甚至是GARP提供的一些 Path paper 好 那另外一些特色 那就是 我們CAPLAN 這裡提供的FRM的課程 同一份卷 就由一個導師 全程負責的 我會全程負責 Part 1 另外一位導師 全程負責Part 2 就不會說出現 可能另外一些地方 提供的課程 可能Part 1裡面 都有不止一位導師去教 可能拆開幾份來教 一位導師全程跟進 對於大家的進度 對於大家曾經問過的問題 對於大家哪些地方熟 哪些地方不熟 都會有一個更加好的掌握 另外一個特色 當然可以提到 那Sweiser 亦都是一個全球 很出名的一個 準備professional exam 的一個機構 那CAPLAN和Sweiser 亦都是一個 姐妹公司的關係 所以大家參加這個課程 當然視乎大家 選擇哪一款 報讀的option 但通常的同學 如果報完整的課程 亦都會得到完整的Sweiser notes 和一些study materials 好了 最後了 考試一踢過的策略 策略就留回上課的時候慢慢談 這裡很簡單講一講 你當我賣廣告也好 第一個策略當然是參加我們的課程 上課的時候 盡量不要脫掉太多 保持進度 還有準備課程 準備考試和溫習的時候 留意甲公佈的一個叫做 Learning Objectives 什麼來的呢 就是如果大家在香港 有考過中學的考試 可能大家都聽過Syllabus 大家對Syllabus當然要好認識 如果不是你讀了一些歐斯的東西 那就浪費了你的時間 你要了解Syllabus考些什麼 你才針對性地去準備 當然我們提供的Materials 亦都是跟著這個Learning Objectives 來幫大家去準備 留意剛才提過的兩乘兩乘三乘三乘 那個weight 不要過於側重一些weight 比較低的部分 要準備得平均一些 留意正式的definition 什麼意思呢 就是就算有些同學 可能他們本身在做Risk Management 但是在不同機構裡面 做Risk Management 大家遇到的習慣 或者那個字眼上 Terminology 可能都有些不同 那就現在我們準備考試 就麻煩大家抹了你工作上 聽到的東西 大家跟FRM要求的定義 來準備 然後考試的時候 我相信大家對於考試都身經百戰 這些東西之後再慢慢說 有些什麼考試的技術 主要都是關乎時間 怎樣去應付那些問題 怎樣去選擇問題來答 怎樣跳過一些問題 怎樣解讀問題等等 在這裡先暫停一下 看看大家對於第一部分 有沒有什麼問題 先 如果暫時沒有 那我們就進入第二部分 這個demo lecture 正如剛才提到 因為時間所限 所以今天我們就會 給大家去 用這個機會 給大家去感受一下 我正式上課的時候 究竟那個方法 那個approach是怎樣 看看大家是否覺得合適 好 這裡我就用了一個例子 就是 在卷一裡面有幾十貨 就拿了其中的一貨 放在這裡 今天的時間 也都不足夠完成了一整貨 那我就會抽當中的一些部分 來去示範 所以一會兒 如果大家看到 我有一些slices 跳了不說 就千萬不要怕 也不要覺得 真正上課的時候 我會這樣做 只不過是因為 今天是demo 所以我就抽當中的一些部分 來講這個意思 好了 入正題 這一課 就是topic 3裡面的其中一課 就是介紹 何謂衍生工具 derivatives 那在整個卷一裡面 跟derivatives相關的課文 就絕對不止一課 那這個就是第一課 進入來 給大家做一個 初步的一個了解 好了 那麼 真正上課的時候 大家都會看到 你那個powerpoint slice 右上角 會有一個這樣的號碼 究竟是什麼意思呢 那 book 3 即是topic 第幾個topic LO 就是learning objective 這個就是六十幾課裡面的第幾課 那意思 而A就是在這一課裡面 究竟是哪一個learning objective 因為同一課裡面 可能有十至十五個learning objective 所以 這個 好像ID的東西 就方便大家去了解 其實我們現在趕到哪個位 如果你回家 想找回一本書 找回一些更仔細的內容出來 去了解多些 那這個號碼就會幫助大家 好了 入正題 衍生工具 衍生工具 顧名思義 有衍生這個字 即是它由一些東西衍生出來的 它由什麼衍生出來呢 就由一些所謂的基礎資產 underline asset 衍生出來 首先什麼叫underline asset 或者什麼叫所謂基礎資產呢 就是譬如是某一隻股票 某一個股市的指數 例如恆生指數 又或者某一批外幣 例如是美元兌歐元 又或者某一隻commodity 例如是石油、黃金、白銀等 這些全部都是所謂的基礎資產 underline asset 如果由這些underline asset 衍生出來的一些工具 那這些工具就叫做衍生工具 是一個大的分類 當然要視乎你是由哪一種基礎資產 衍生出來 這個衍生工具的特質 它的風險 它為你帶來怎樣賺錢 怎樣虧錢 都會很不同 在這一課 介紹兩大類的衍生工具 第一大類就是forward和future 如果我們日常生活中接觸比較多 就算你沒有trade過 可能你都聽過的 就是所謂的期指 即是衍生指數 衍生出來的期貨 就是在廣交所做交易 這個所謂handsang index的future 就是forward和future的一個例子 所以今天時間關係 我選擇跟大家介紹一下 第二類 第二大類的衍生工具 就是options 選擇權 或者其權 視乎中文怎樣譯 所以大家聽到不同的叫法 就不要太surprise 都是同一件事 好了 什麼叫一個權利 什麼叫一個選擇權 就是說 首先它是一個合約 是有兩個人 A和B 又或者我和你之間的一個agreement 一個交易來的 好了 那麼 A和B 或者我和你之間 這個交易是怎樣呢 你可以付出金錢給我 換來一個權利 而我收了你的錢 當你行使你的權利的時候 我就一定要去滿足 合約上面 已經講好了 那個條款 也就是我要做些什麼 一早已經講好了 所以再來一次 簡單來說就是 你可能是給錢我 換取你買入一個權利 你就沒有責任的 嚴格來說 你只有權利而已 隨你是不是行使 當然要視乎那個合約 容不容許你去行使你這個權利 但是你給了錢我 你已經買了這個權利回來 而我和你做這個交易 我的角色就是 收了你的錢 於是我就要承擔一個責任 我就沒有權利的 我收了你的錢 我要承擔一個責任 萬一你行使你的權利的時候 我是沒有得選擇 我一定要滿足 合約上面 講好了的條款 好像很複雜 舉個日常生活的例子 方便大家理解 六合彩 希望大家都曾經玩過 大家都知道怎麼玩 是嗎 六合彩 為什麼我喜歡用這個例子呢 首先 簡單講一講六合彩怎麼玩 如果大家真的沒有什麼玩過的話 六合彩 你買 我當你有很多玩法 我當你最簡單的玩法 你就這樣買六個字好了 你不要買七個字 或者買十個字什麼膽拖那些 不要那麼複雜 最簡單的玩法 你就這樣買六個字 OK 你可能要付二十元 還是付四十元 那你就去買六個字 然後你就等馬會去搞豬 那大家可以想一想一幅圖 叫做派彩圖 那我用中文寫 大家容易點理解 X-axis就是你中了幾多個字 Y-axis就是 你拿到多少派彩 你當你是買六合彩 你們所有同學都是買六合彩 我是馬會 那其實就好像我和你對賭一樣 好了 先看一下你們的角度 你們買六合彩 好了 究竟要中多少字才開始有派彩呢 三個字 開始有派彩了 四十元如果我沒有記錯 如果少過三個字的 那你就沒有派彩了 我純粹說派彩 不是說你的賺虧 我還沒考慮你要付出那二十元 純粹說派彩而已 更少過三個字 你就收不到錢 對不對 更多過三個字呢 視乎你中多少個字 你就有派彩了 那當然這條不是直線來的 現實上 因為你中六個字 你有起碼幾百萬 但是你中四個字 你只有幾百元 是不是 不是直線 但是純粹是為了簡化這個概念 我用一條直線來 告訴大家 總之 多過三個字 你有派彩 少過三個字 沒有派彩 是不是 就是這麼簡單 但是當大家明白了六合彩這個道理之後 我再補充一件事 就是 現在是說派彩而已 那對於你來說真正的賺虧 其實是怎樣計呢 那大家就要考慮回 其實你是付出了二十元 去到買這個機會回來 你付出二十元 來換取一個中獎的機會 你不知道你中不中 但是起碼你買了一個機會 如果你中的話 我作為馬會 我就一定要履行這個責任 去賠給你 但是 無論如何 我都是 將你那二十元 代代平安的 那所以對於你來說 你真正的賺虧 就是 派彩 減回二十元 因為你這二十元 無論你最後 中多少個字都好 你一定是付出了二十元的 所以 你真正的賺虧 我叫P&L 也都可以在同一個Y-Axis上面 全部一起來看的 就是 你真正的賺虧 是用紅色這條線來代表 是要扣回二十元 什麼意思呢 如果你這麼幸運 我當你真的中六個字 在這個地方 你派了八百萬 但是你真正的賺虧 不是八百萬 你是八百萬 減二十元 因為你是不是都要付出二十元 另外一個極端的情況 我當你中一個字 沒有派彩 派彩是零 但是你的賺虧是多少呢 是負二十 同樣道理 因為你是不是都要付出二十元 所以大家搞清楚 派彩和賺虧 這兩個不同的概念 大家明白了六合彩這個例子之後 你要去明白 Option其中一個大類別 叫做Call Option 當你是Buy一個Call Option 情況亦都很相似 舉個例 騰訊的Call Option 可能大家 我和你已經說好了 當騰訊的股價是高過四百元 你就可以行駛這個Call Option 什麼意思呢 行駛 即是說你開始有派彩了 低過四百 你沒有派彩 你什麼都拿不到 高過四百 開始有派彩 騰訊股價越高 你的派彩就越高 就好像六合彩這樣 你中六個字 比起你中四個字的派彩 是會高一些的 Call Option 也是相同的原理 好了 這個是派彩 但是你買這個Call Option 你的賺蝕是怎樣呢 就要視乎 你付出了多少 來買這個Call Option 我就代了你那個二十元 我當你都是用二十元來買 所以你是不是都付出了二十元給我的 我就逗了你二十元 最後大家看看騰訊多少 如果騰訊低於四百 你虧二十元 我賺二十元 這是零和遊戲來的 如果最後騰訊升到六百 你賺多少 二百 減二十 是不是 因為派彩是二百 但是你付出了二十 所以你賺一百八十 而我呢 就虧一百八十 因為我和你都是零和遊戲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Call Option的概念 怎樣用六合彩去理解 正式上課的時候呢 會再詳細一點說 這個只是Option裡面其中一個例子 簡單說一說給大家一個feeling 就是Option Basic的Option有兩種 一種叫Call Option 一種叫Put Option Call Option 就是當你看好騰訊 你就可以買Call Option 當你看淡騰訊 你可以買騰訊的Put Option 工具有兩款 但是同一款工具呢 你都可以做兩款不同的動作 你可以買個Call 你可以買個Call 你可以買個Put 又可以買個Put 買個Put Buy或者Sell 所以一共就有四個組合了 每一款都有它的一幅圖 就好像這些圖 到時我就會告訴大家 在不同的情況之下 這幅圖要怎樣畫出來 要知道怎樣畫圖是非常之重要 因為就正如我剛才說 這一課只是introduction 之後還有好幾課是講顯相工具 所以我就會幫你由基礎入手 逐步逐步建立這些概念 到時你就會很容易 一同你說話 OK 我現在是Sell的Put 究竟我的太彩的覆圖是怎樣 我的P&L覆圖是怎樣 再去到之後的一些貨文 跟你說話有一些所謂的Exotic的Option 就是不單止是這麼簡單的Option 裡面的條款會複雜些 又或者是幾個Option 全部在一起的一個組合式的策略 究竟你的P&L會是什麼呢 到時就會教大家怎樣去畫圖 好了 這裡大家看到圖 其實都是來自我剛才畫的圖 好了 簡單講一講 在這一課裡面 講完剛才基礎的結構之外 也都會講我們用Option 有三大類別的策略 或者目標 用來做什麼 剛才我們了解了怎樣用 或者了解了那樣東西是怎樣用 之後 接著又來一個很自然的問題 就是我用這個東西來做什麼 我為什麼要明白這麼複雜的東西 當然是有目的 這一課我們會講三大類的用途 第一大類 Speculate 是用來炒東西的 簡單講一講 就是 你喜歡炒騰訊證股 當然沒問題 但是你覺得騰訊證股不夠刺激 或者你本身就是喜歡騰訊Option的條款 滿足到你特定的要求 你可以不買騰訊證股的 你可以用騰訊的Option來炒 一樣可以 好了 那課文正式講的時候 就會講一些例子 怎樣計算條數 究竟你用來炒東西的話 跟你用普通的underland asset 來做投資 究竟你的賺蝕有什麼分別 第二大類做對沖 那就是管理的風險 簡單舉個例 可能你本身拿著騰訊證股的 但是因為某些原因 你未來三個月 你看淡騰訊的股價 但是你又不想說 我今天馬上賣了騰訊三個月後 買回來 你有你的原因 你可能真的想繼續持有騰訊 但是你又覺得他未來三個月會跌 那你怎麼搞呢 Option就可以幫到你做一個短期的對沖 正式上課的時候會有例子 那第三大類就是做一個叫兔登 兔登簡單來說就是 就是說當你發覺同一種asset 它在不同的市場上面 出現不同的價格 那就代表可能當中出現了一些錯誤 出現錯價 那你就可以透過簡單來說 低買高買同一樣的東西 希望拿到一個無風險的回報 簡單給大家感受一下正式上課的時候是怎樣 那麼時間關係呢 繼續我們再深入一點討論 希望大家上課的時候見到大家 再進一步去討論 我這裡又暫停一下 看看大家有沒有什麼問題 好 這個問題其實有很多同學都問過 或者他心裡都有這麼想 其實你上課的同學 其實當中也有不少 所以我看到那個所謂的quant的背景 就未必是很強的 但是當然我很難告訴你 你哪種背景一定很容易 或者哪種背景一定考不到FRM 就不會的 但是我怎樣去幫你 或者跟你類似背景的同學 我個人也不喜歡死記的 或者你可以說我記性都不是特別好的 所以我自己的習慣 我就是喜歡把那些formula 我希望明白了它背後 其實是怎樣來的那個formula 所以上課的時候 當講到某些formula的時候 盡可能當然如果是那條formula真的很重要 而且明了它 也都對於大家記是有幫助的話 如果是這些情況 我都會盡量是告訴大家 它背後其實是怎樣來的 用一些不是很寬的方式 來告訴你那個邏輯是怎樣的 希望透過明了這個邏輯 令到你就算沒有死記到那條formula 你都可以自己很快地 這樣可以重新寫那條formula出來 又或者是可能對於一些新接觸的同學來講 他見到這 尤其是舉個例 我們其中有一課是講 Future 怎樣去valuation 怎樣去pricing Future 怎樣去pricing 裡面有五到十款不同的formula 如果你沒有這個背景的時候 可能你會覺得這五到十條formula 每一條都差一點 全部都死記 很辛苦 但是我就可以告訴你 其實你只需要記了或者明白了 最基本的那一條 之後其餘的五到十條 是怎樣由第一條演變出來 所以當你明白了第一條之後 再加上我和你講的概念 你就可以很自然地自己 自己 derive 其餘那幾條出來 那就減低了你死記 很多要死記的情況 所以我相信這個 會對你這個情況 又或者其他一些 可能的quant background 不是那麼強的同學是有幫助 但是我覺得你不需要特別擔心 因為其實你上課的同學 很多都是來自不同的背景 可能有一些不太熟悉 又或者有一些對於finance很陌生 甚至有一些可能沒有接觸過投資 但是大家都有自己的強行弱行 所以我覺得就不需要太擔心 我覺得 我會覺得 好 我再重複一下這條問題 就是萬一online 加入的同學可能聽不到 現場有同學問 就是要應付一些考試 比較著重是背書 還是理解 哪些或者需要哪些比較重要 我會這樣說 理解一定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 因為其實整個part 1裡面 有很多東西 如果你不去理解 你就這樣死記 我覺得一般人是很難死記到這麼多東西 所以正如我剛才所說 我在做education那個部分的時候 我會很重點地去解釋給你知 究竟那件事是甚麼 譬如剛才的例子 我用六合彩來解釋給你知 來幫你記了那條 pay off的線 那條線 那你可能很自然就會記得 我的call option long call 買的call option 條線就是這樣 是嗎 那就會 當你明白了那個concept 記這些東西 就容易很多 我就不會說記是不重要 其實因為 我覺得記只不過是一個手段 就是你最終的目標就是 就是你的手段可能是 透過你明白了些東西 又或者記了些東西 接著最終的目標都是 理解所有的東西 理解問題 然後解答到問題 所以我覺得 就是我會這樣去解釋那個情況 大家還有沒有其他問題 好 那如果暫時沒有 那我就把時間交給我同事 那就進入第三個部分